蔡總統說,各黨各派不要再提九二共識,你怎麼看這個說法?這個名詞是在台灣應該被捨棄嗎? 第一個齁,如果這個問題不存在,那當然就不用提,不然就是你要有替代方案,所以應該是反問蔡總統說,不然你覺得應該怎麼處理? 但他現在的名詞一個是各自表述,一個是一國兩制,兩兵根本是吵不完? 這表示說是沒有共識吧 所以你覺得九二共識沒有共識嗎? 九二共識現在最近大陸方面有公佈它的版本,結果這一看台灣這一邊,大部分的台灣人民看就,我想照單全收的應該很少吧 今天欄尾蔣萬安,他說他認同蔡總統的四個必須,你認同蔡總統的四個必須? 沒有什麼,其實我不用去,重點不是我認同不認同,這個就做做看,看市場決定一切嘛,給市場去決定就好 韓國瑜說你的閣源像走馬鐵一樣一直在走? 還好啦,一開始啦,第一個任期的前半段,最近就比較stable,比較穩定 你不知道有任選來出來了嗎? 不急啊 市長,韓國瑜的會面敲定了嗎? 還沒 你怎麼看竹榮泰當選黨主席,有跟他不聽嗎? 竹榮泰還好啦,跟他也算熟識,就說恭喜啊 那熟識的話有可能有合作機會嗎? 不是啦,合作是這樣嘛,很多東西都可以合作嘛 所以這樣啦,合作就看項目嘛,所以就說看你要合作什麼,談了再講 所以可以談? 都可以談啦 目前有個聲音說,您一定會選2020,而且還說背後有一股勢力就是中國要推您去選2020,怎麼看? 我想我應該不會是中國的首選 那你覺得中國首選是誰? 我猜不會是我 這個人還說就是你一定選不上 那我沒有,這個就更好笑,我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說我要選 市長,為什麼會這樣有自己不是中國的首選? 有這個,我還是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那會好奇這個人是誰嗎? 管他的 說這話的人 剛才你的行程不是為了總統的那個路貪路嗎? 第一點喔,我們像亞特蘭大是 姐妹是40週年啦,其實還是有些必須的 理善往來一些人情事故還是要處理 市長那你對九二共識的定義是什麼? 你對九二共識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這個名詞也不是我提出來的,我為什麼要定義 市長,兩岸嘉心你之前說是在市政交流的層面,他有可能升格變成是也有政治意涵? 他還是在文化、經濟層面 其實兩岸嘉心是一表示說,我先聲明,我沒有打算對你有敵,我們先保持一種善意 不過我還是那一句話啦,講完以後轉過頭去 經濟跟國防還是好好準備 這個人就是財患的她的 就是財患的事 因為那我還是平台は第一次的態度 我會說,我真的很聰明說明,我一定會提到 是零吼迎貸發尿的事說明,我會覺得 比較多划算